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工程师也被迫下岗 这一天是女儿的生日 男主要赶到前妻家参加生日派对 尽管前妻并没有邀请她 可能是出门没看皇帝 男主的前进过程颇为不顺 她遇到了道路维修 还有高速路塞车 露露足暗响的喇叭 酷热的天气 凡人的苍蝇 路人的吵闹声 这一切都让男主倍感折磨 于是他汽车离去 决定步行回家 男主来到商店 想弄点零钱打电话给前妻 但里面的商品实在是太贵了 老板还故意刁难男主 男主一气之下 揍了老板一顿 并用球棒帮他整理了火架 离开商店后 男主遭到混混的挑衅 他用球棒打跑了混混 并获得了一把小刀 混混气不过呀 想要枪杀男主 但他们都是人体描边大师 在枪林弹雨中 男主一滴血都没掉 反倒是混混 出车祸挂了 男主含泪舔包 捡了一袋子的枪 真的是千里送人头 历经情义重啊 为了表达感谢 男主给混混来了一枪 随后他来到公交站坐车 但拥挤的人群让他打消了想法 男主想走路回家 却被告知 道路维修 此路不通 走着走着 男主觉得又累又饿 他来到快餐店 想吃点早餐 但经理就告诉他 早餐只在11点半前 鼓励的威胁下 男主买到了早餐 一个干瘪的汉堡包 看到这幅卖相 他再次暴走 男主指着过度PS的海报 质问在场的所有人 难道你们不觉得被欺骗了吗 实际得到的和广告里的完全不一样 你们根本没有质疑 都在默默忍受 男主的奇怪行为 引起警方注意 在一家服装店里 男主差点被警察发现 幸好老板及时出面 掩盖男主的行踪 原来老板是个种族主义者 他对男主的所作所为 深感敬佩 并送了只火箭筒给男主 让他去大战身手 但男主表示 我是跟镇苗红的米国人 而你则是个疯子 于是双方一言不合就开打 男主用混混的小刀 戳死了老板 成功获得了军用服装 还有火箭筒 男主出门后 又遇上了道路维修 他先是用拳头 让陆怒足闭嘴 随后男主质问维修人员 为什么又要道路维修 在两天前 这条路还好好的 所谓的道路维修 不过是政府的把戏 他们要花光今年的预算 来年才会有新预算到账 在小男孩的帮助下 男主掌握了火箭筒使用方法 他一炮下去 轰平了维修部队 在回家途中 男主误入了高尔夫球场 土豪大声呵斥男主 让他赶紧滚出私人场所 男主一听 瞬间火猫三丈 他掏出一把散弹枪 咒骂土豪 你们这群万恶的资本主义 竟然把这么好的土地 拿来玩游戏 这块地啊 就应该建个公园 让孩子尽情玩耍 得知男主的所作所为后 前妻越发觉得 他是个疯子 于是他带着女儿逃出家门 刚回到家的男主 扑了个空 他只能看着多年前的录像 拍解寂寞 作为一名导弹工程师 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国家 为了研究导弹保护国家 男主已经很久没见过女儿了 结果命运和他开了个玩笑 男主失业了 他养不活自己 甚至连女儿的抚养费都付不起 或许他还有其他出路 但导弹耗费了他太多时间 他没有精力去学习其他技能 从录像里 男主得知前妻的藏身之处 女儿看着陌生的爸爸 有点不知所措 男主感慨到自己错过太多太多 这时警察也找到了男主 前妻趁男主不注意 把他的枪扔进海里 随后带着女儿离开现场 男主万万没想到 自己竟然栽在了前妻手上 面对警察的枪口 男主不禁疑惑道 我是坏人吗 警察给了他肯定的答复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男主也不知道 直到今天早上 他还是个遵纪守法的公民 男主犹豫了一会儿摸了摸口袋 他对警察说 我的口袋里有一把枪 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你死 要么我亡 警察连忙安慰男主 一切还没结束 你还有其他选择 难道你不想看着女儿长大吗 男主无奈地说道 在铁窗后面吗 随后他倒数三下 掏出了一把枪 结果男主拿着的 只不过是女儿的水枪 他想着 自己死后 就能获得一笔保险 或许 这就是给女儿的生日礼物吧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算了 不说了 大家自己想吧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